Hello,我是Ivan 這條影片想講一個挺有趣的概念 就是講關於301 Redirection 我相信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 或者你有做更新的網站 或者做SEO的事情 對301 Redirection應該都不會陌生 但最近有人問John Miller John Miller是一個Google Webmaster 經常出來說話 以及回答很多問題 大家對於Google的搜尋引擎 有什麼不理解的事情 都會出來回答 最近有人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他有一個網站 做了301 Redirection 之前已經做了 做完之後 可能一兩個月、兩三個月之後 他已經完成了 他想把它拿走 他就問John Miller 其實是否可以去拿走 那John Miller就回答這個朋友 就說 叫他把那個Redirection 最好保持有這麼久 他說最少起碼是一年 不是大概保持一年 是最少保持一年 可能要保持一兩年 他說因為你只可以這樣做 才可以去確保 Google的搜尋引擎 他能夠去process 即是去操作這個Redirection 然後放回到他的資料庫裏面 可以做幾次 即是一年內 可能他會做幾次這件事 去確保 你的Redirection 即是如果長久地 是可以建立的 但是這個 我們平時做Redirection 除非我們做完不記得 但是如果譬如我們在一個 舊的網站 我們直接公司的網站 要做一個Regram 名字 會轉的 那很多人就會 有個想法 就是說 我既然在舊那裏 都做完Redirection 可能到那個Domain 到期的時候 他不再繼續去給錢 那個hosting 但是如果你這樣做 是那個時間很短的話 那John Miller的說法 就是說 由於你的時間不夠長 所以那個Redirection 有機會就是 我猜他在說這個 就是一些SEO的價值 因為我們在說301的Redirection 就是把舊的網站 那個SEO的價值 可以帶回到新的網站 還有當然 有些人會預約了你舊的網站 他有機會是 按舊那個網站 可以去到新的網站 所以由於這兩樣的原因 他就說 就是說 你起碼要保持 就是起碼一年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下次要去做 網站的Restructure 或者直接改Domain的話 記住那個Redirection 就是301的Redirection 起碼要保持一年 不過保持了一年 其實你都不記得了 就是一路你設定了 有得他自己去發生 那樣的意思 那他確保 那些用戶的體驗會良好 還有那個SEO的價值 可以帶到下去 因為Google 在一年裡面 會有幾次的機會 去重新去定義 那個Redirection 那今次分享到這裡 有問題可以隨便問 那也都有個Facebook page 和YouTube channel 你可以訂閱一些 接下來最新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